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亲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的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504集 没有,你说那可是京城的房子 她就像买衣服一样就买了,也不和我商量下 李凤梅的声音里有委屈 夫妻分隔两地太久,沟通不及时本来就容易出问题 现在刘勇把房子都买了,再告诉李凤梅 对她来说不是惊喜,是惊吓 钱大部分是刘勇赚的 可刘勇的本钱怎么来的 市政府的工程,阴差阳错全被远徽给承包 刘勇的本钱远远不够 不仅是夏小兰支援她 李凤梅在服装店分到的钱也全部送去了鹏城 服装店每天都有收入,还请了员工 李凤梅本人的开支却削减到了最低 怕刘勇在鹏城没有钱用 李凤梅除了店里的分红,她和刘勋一样 每月还要从店里开两百元的工资 就是这工资,她也就留了几十块在身上 其余的全给了刘勇 要不是还有个刘子涛,李凤梅能对自己更狠 除了吃饭的钱,她可以一毛钱不花 两口子嘛,一个在外面赚大钱 另一个就没功劳了 李凤梅一边要操心服装店的生意 一边还要管儿子 没有她的付出,刘勇也不能放心地在外接工程 动辄几个月不回家呀 经济最紧张的那俩月 李凤梅连六毛钱都要斤斤计较 刘勇花完了六万块才告诉她 是,刘勇的钱不是花在吃喝嫖赌上 而是给家里置办房产 但都不通知李凤梅一生 先斩后奏是李凤梅最生气的 夏小兰只能顺毛驴 她就这事儿干得是不对呀 夫妻间都不商量大事儿了 那可不行 夏小兰也心虚 她当时只顾着高兴 只和刘勇提了在京城买四合院的事儿 以为刘勇会和李凤梅说 夏小兰这边就省了一道功夫 哪知刘勇也不说 夏小兰第一时间告诉刘勇 是因为刘勇和她关系更亲密 也因为刘勇比李凤梅更有决断性 李凤梅这一生气 让夏小兰瞬间反省了自己 她对舅妈的尊重不够 潜意识认为李凤梅没能力去判断 在京城之夜的好处 您瞧 这事儿还是我的错 你没错 你全是为了我家好 我还分不出好赖啊 都是你舅舅 现在赚到点钱就得瑟 不瞒你说 我都担心她在鹏城会找别的女人 原来 这才是李凤梅担心的 一个男人发展得太快 女人就担心脱离了掌控 夏小兰也不敢提她就打包票 真要干了对不起舅妈李凤梅的事儿 她又该怎么面对刘勇呢 一家人的生意才刚刚起步 就出现了各种隐患 夏小兰能带着家人发家致富 却没办法去掌控每个人的想法 刘勇让李凤梅产生了信任危机 夫妻间的事儿还得靠她救自己解决 夏小兰只能两边劝 一边安抚李凤梅 一边给她舅舅刘勇提个醒 刘勇接到电话愣了愣 她也是憋了一肚子火呀 想给李凤梅一个惊喜的 从京城回彭城 她还在商都停了一脚 她都足足有五个月 没见过老婆孩子了 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 在商都待了两天 有一天半都在为这事儿吵架 不就是一个房子吗 买了就买了 她也没把钱拿去干别的呀 想和老婆孩子相处两天 李凤梅却揪着这件事不放 刘勇虽然没有和她吵架 心里也是憋着火气的 在外面受多少气啊 赚点钱不容易 要操心工程 操心请来的工人 又怕客户不付款 还怕接不到生意 必要的应酬免不了 请人喝酒吃饭是长事儿 刘勇也经常被人 灌成一滩烂泥回去 特别是跟着刘天泉出去 带她去的厂子 还有女人陪酒 喝酒是没问题 她可从来没有碰过 那些陪酒的女人 刘天泉还笑话她 怕老婆 刘勇也没说啥 她认为自己是 洁身自好的 吵架的时候 李凤梅还怀疑她这点 刘勇怎么不生气啊 置办房产是好事 这事儿却闹得 刘勇和李凤梅吵架 夏小兰事前 哪能想到啊 以前刘勇也曾经 出门几个月 两口子可从来没有 为这种事吵过架 现在是什么变化了 夏小兰只能想到 钱上 夏小兰调解 夫妻矛盾失败 赶紧找补了一下 自己的事儿 告诉刘勋 想在京城买房 刘勋早有心理准备 到京城念大学 当然最好是 留在京城工作 听说刚工作的年轻人 等单位分房很困难 刘勋想到夏小兰 以后要在京城安家 是一百个赞成夏小兰在京城买房的 那肯定要买的 就是你身上钱够不够 我听你舅说 她买的房子花了六万元呢 这显然是亲妈呀 夏小兰这一年多来 一直很尊重刘勋 钱大部分是夏小兰赚的 怎么花也要和刘勋说一声 后来是刘勋自己 就不想管家里的账了 也管不了夏小兰 做生意的想法 有了这次刘勇的 前车之鉴 夏小兰决定 以后做决定之前 还是尽量和他妈妈商量一下 妈 我想在京城买房 除了以后自家人能住 也是想让房产升值 等有了闲钱 房产投资这块 我会继续投入 我就也是这个想法 我俩一激动 没顾上和舅妈商量 电话这边 李凤梅凑着耳朵听 等刘勋和夏小兰挂了电话 刘勋才劝她 嫂子 你说 我哥那人 这些年都没有蔫花惹草过 咋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啊 小兰说啥你也听到了 你还是给大哥打个电话 李凤梅咬牙气吃 不打电话 她要是真在南边 对不起我们母子俩 我就带着滔滔离婚 回娘家 刘勋本来就嘴笨 越发不知道要怎么劝 刘老弟 就为了我们两兄弟合作的事 你说 我都找了你多少次了 你要是再推托 也让人寒心 来 喝酒喝酒 刘勇和李凤梅吵架 刘天泉约喝酒 他就去了 从前是刘天泉劝酒 这次 刘勇拿着杯子 自己喝得挺欢畅 刘天泉看他闷闷不乐 越发是贴心老大哥 刘勇虽然嘴巴紧 却比不上刘天泉这样的老油条 只透露了几句话的口风 刘天泉就猜得七七八八 老弟 家里的女人 就是不能太给面子 给几分颜色 就蹭鼻子上脸 你越把自己摆得越低 越是纵容了母老虎的威风 刘天泉黑黑笑 大哥 给你介绍个温柔的 刘勇都喝得有七分醉了 下意识拒绝 刘天泉拍拍手 一个年轻的姑娘进了屋 坐到了刘勇身边